歡迎收看新鮮話 我是郭敬 在娛樂圈有很多歌手 是從歌唱比賽出道的 也因為相同的背景 可以在這個起起伏伏的演藝圈 一起打氣 一起成長 今天這三位跟我的交情 也是挺好的 要來聊一下他們演藝圈的心路歷程 讓我們歡迎周定偉 許仁傑 張文綺 大家好 群姐好 謝謝 請問是海藻嗎 是 是的 跟他們三位 其實有一些很特殊的緣分 一開始當然是先跟定偉 跟仁傑認識的 因為打球認識 文綺也是因為節目上認識的 但是我們四個人 卻又可以連在一起 太奇妙了 沒有錯 對 你的這個反應怎麼有一點點 這是驚喜 驚喜 沒有驚嚇 是 今天我們除了要聊一下 但是今天也是個很重要的日子 有喜事 有喜事 恭喜 但是你知道我怎麼會笑場 因為其實這一段 我們又重新再來一次 但其實本來應該是一個 驚喜 對 你突然講英文 對 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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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誰要給我們驚喜 有一個 不是給你 不是給你的 不是給你 今天驚喜是要給我們的 周定偉先生 驚喜他生日 好棒 今天是你的喜事 沒有錯 沒有錯 喜事嗎 來... 我們要來前面 來... 壽星 沒有錯 為你準備了一個小小的蛋糕 生日當天來工作 這還有蛋糕可以吃 真的是 是不是很棒 謝謝 謝謝製作單位 謝謝大家 好用心喔 讓我們來許個願好了 在這個起起伏伏的演藝圈 在這個大風大浪的時候 對... 經過了十年 已經晉升為老藝人之後 誰啊 你是說我們三人嗎 對 我們都是差不多實習 OK 好啦 今天很開心能夠來 第一個是來上郭郭主持的 娛樂新鮮話 那也希望能夠藉由我們的 出席 出席還有文綺好朋友一起 是 然後可以增添一點點色彩 我有一點點嗎 希望大點好不好 大一點嗎 那就靠你了 大一點 那就靠你了 我嗎 今天播出之後收視報真這樣子 我希望 對... 你知道會不會很多願望 都在這個裡面 一早一起玩 對... 可以一起玩的 沒關係 那就是 那就是 希望我們這次的這個節目 可以很成功 好 一定可以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四個人 我們的這個演藝事業 都可以真正日上 OK 越來越豐順 對 我以後你要講演之後 有機會三個人 可以一起加入郭靖的團隊 你這個是不是 這個也很重要 這是一種暗示... 我們是在幫你 你最近這是... 不好意思 她寫了 她寫了 你看 這個願望不會成功 對... 好可憐 沒關係 我就許在心裡面了好不好 我就許在心裡面 心辰則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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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會兒我們就節目結束之後 我們再來吃 好的... 好的 先把它放到旁邊去 謝謝 那請坐 請坐 好的 好的 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跟定文還有仁傑的緣分好了 好 我們其實... 追溯到多久以前的事實 而且這個算一下 可是我印象 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我記得是一個 好像是去要坐火車 才會到的花蓮 還是哪裡的一個公益活動 你有沒有印象 我有印象了 因為那個... 你有印象了 現在才有印象嗎 對 就是那個公益活動 有星光幫的成員 然後還有郭靖 還有其他一些很多藝人這樣 然後我們就 剛好在同一個休息室吧 還是同一個... 同一節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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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的時候 回程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就聊... 聊到說 我就聊到說 郭靖很喜歡打排球 然後我就說 你喜歡打排球 我也超愛打排球 然後我們是真的很認真的 在聊排球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 在這世界上 要找到同時都喜歡排球的人 真的很少 真的是很少 真的 所以我那天 我真的是覺得 我遇到知心了 就是你知道嗎 打排球 知心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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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很... 就是相同癖好的這個 這個癖好 相同嗜好 這是光明正大的 這是怎麼會是癖好 我跟你講打排球是個多美妙的運動 我跟你講沒有人知道 而且你要打排球 你要打比賽 你出去你一個人怎麼打 你一定要揪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算人節 他平常沒有在打排球 我就是那個被人拉進去 你要把他拉進來 走在路上那邊好好的 要不要現在打排球 你們剛好經過 一起來吧 就進來為球打這樣子 就變搓球 對 所以就因為那一次的緣分 我們就拉了郭靖 還有星光邦的一群好朋友 還有一些 後來還有一些 不管是圈內圈外的好朋友 我們就組了一個 這個名稱厲害了 這個名稱 這個秀出來我跟你講會嚇死 其實很難啟齒 很難啟齒 有點不太好意思 對 但也算特別 還是得告訴大家一下 好 這個名稱 要誰來公布 其實郭郭是我們的隊長 那就由他來公布 就來公布 我是隊長 你是隊長 你是隊長 好 就由我來公布好了 我們就是 晚霞桌遊排球隊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很難啟齒 因為其實重點會放在 晚霞的上面 晚霞 對 到底為什麼叫晚霞呢 就是說基本上 現在天氣熱 所以要得到 下午就在 你知道沒有太陽的時候 才可以玩排球 不是... 你明明就知道 不要在那邊了 是我不知道我才要這樣講吧 才認吧 哥哥 對 晚霞排球隊的意思就是說 年過25歲才能加入這個球隊 那我可以即將加入了耶 即將而已嗎 對 即將有點討厭 真的有點討厭 真的有點討厭 已經 我講錯 已經 已經 因為我國務造育不好 對... 所以我已經可以加入了 26... 可以 今天我們就正式邀請文綺 真是一個驚喜 對... 希望那個手不是會就是 我們不要讓他加入 他剛打排球是這樣打的 我覺得還是帥的 這個演奏 對... 排球是這樣打的 排球是這樣打的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子 陷阮嗎 也可以 陷阮 那其實也很有趣 就是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加入了之後 他們才覺得 排球其實還滿有趣的 好玩啊 對 而且我們都被國中生電耶 對啊 是假的 而且我們就會先跟他說 不好意思 不能打臉 因為我們是藝人 靠臉去 沒有 不然殺球一個很勁 就來了吧 說實在 因為我們最近大家都各忙各的 太忙了 一直沒有機會約到打球 你知道嗎 我想打到什麼程度呢 我把排球直接放在我的車上 隨時... 我真的是每天都是開車 然後載著排球 找路人打嗎 去開車 不是啦 給我打排球 想說看哪一天有機會 真的可以就是約成功 然後去打排球 因為反而臨時約 還比較容易成功 對啦 因為大家都有空 那其實真的是滿難 要天時地利人和 對 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要打排球嗎 因為今天就遇到郭靖啦 等一下有工作 所以 那我直接把球帶來這裡可以嗎 你說在這邊打喔 在這裡打 真的假的 球給我 誰真的有出賠耶 這邊打 這機器打到可以嗎 不會啦 我們不會打自己 我們是不會賠的喔 我沒有錢喔 先講好... 先講好 有沒有很興奮 其實有耶 因為我其實 我真的很喜歡打排球 因為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是排球社社長 對 其實也只是社長而已 不得了喔 不得了嗎 對啊 我也是國小的排球校隊 國小... 國小喔 後補球員 對 後補球員 對 因為其實我看 定偉打的排球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強 郭國才厲害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應該現場 可以嗎 可以喔 我穿這麼優秀 我穿得這麼優秀 妳要不要試一下... 好 試一下 這球有衝很滿嗎 有 我跟你講 為了你今天特地充氣 特別打氣 你看是不是 去哪... 你看看那個手勁 那個手勁 為了證明 變籃球了... 為了證明我們是真的 真的會打排球的 對 我們是真心會 我們就小隊打一下好不好 早上我今天就穿褲裝了 小隊打... 簡約是小隊打 好 是這樣喔 你有發好沒有 高跟鞋... 高跟鞋... 好 我們還是不要欺負他 要不然其實我是真的是去救球的 真的... 好厲害 厲害 小事出來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就二... OK... 跟所有人討論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要加入一下 你會打嗎 我來拆拆看 來 小心喔 小心喔 有些機器的部分 對 還有燈喔 好 謝謝 謝謝文綺 謝謝 謝謝... 就這樣了 謝謝文綺 好 我們請坐來 對不起 我又做錯了 但是其實我剛剛發現一點 就是文綺跟定偉 其實在15歲的時候 就發生... 對 比妳還早 就發生了關係 不是啦 不要亂講 發生了 認識了關係 一個緣分 對 這是什麼緣分呢 那是06年的事情 對 我沒有超過10年了嗎 超過10年了 超過10年了 我那時候才15歲 我那15歲 然後 那應該我應該18歲 對 反正就是 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我們一起比了一個賽 對 然後你再講一次 不要分那麼開啦 比了一個賽 比了一個賽 就是一起比賽 一起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 反正有分三組 然後我們兩個就參加那個 動感組 對 邊唱邊跳 邊唱邊跳 再怎麼說 我也是一個動感歌手 只是我不想要露餡而已 沒有 露餡 露餡 不想露餡 露餡是 餡應該是不好的東西 真的嗎 講露餡好像是露餡 對 這的確不好 所以我現在跑來主持 果然是露餡了 對... 跳過... 然後那個時候 他剛好得了第一名 然後我就 剛好得了第一名 他的第一名只是剛好而已 是不是 反正就是比比... 然後我們總冠軍 在北部 不要再笑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結下了 這個梁子這樣子 也沒有叫梁子啦 結緣 是結緣分啦 結緣 怎麼會有梁子呢 對...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中間都沒有聯絡 都沒有聯絡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直對他很有印象 因為他那時候就很帥 就是哥哥 現在更帥 對 之前是小鮮肉 現在是大鮮肉 而且還大鮮肉 感覺很大一塊的感覺 對... 胖胖的感覺 發福的感覺 對啊 然後那時候 因為後來我主持了聰聰 然後他來參加我們節目 剛好是過年特別企劃 我還帶了四 五個舞蹈員 陣仗多大 你知道嗎 然後還給我戴手套 然後是給你戴手套 就很帥氣 對 周定潤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帥慘 然後那時候我們大家都 原來他這麼的迷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的 慢慢的跟他有接觸 就是打招呼這樣子 直到就是你們生日 然後才又見面這樣吃飯 對 而且發現你們三個 都是高雄人 對 這才是更巧妙的一個 一個... 反正就是 可是我跟他比較... 我們一起比那個星光 可是我們兩個沒有什麼 太大的交集 對 比較可惜的一點 對 沒有聽說點在哪裡 因為... 他想要把我PK跳那個時候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他比較... 我那時候就已經一了 你那時候第一關 就是第一屆嗎 我也是第一屆 對 你也是第一屆 那時候我們兩個 就是沒有碰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一次 就是還學很多人 對 很多人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小 所以那時候偉忠哥就... 他給我一個評語 我印象超深刻的 他直接跟我說 妹妹你年紀還以前 先回去讀書沒有關係 先回去念好書再說 對 我覺得很難過 但是還好 我覺得他講的這句話 我覺得是正確的 你也覺得 因為要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 先回去把學業 先畢業之後 你之後想要來完成你的夢想 再來做 那時候就沒有掛愛了 先充實好自己 你會用掛愛 掛愛 然後你會有在修 你知道嗎 這算是一個蠻難用的一個 對 好厲害 你算厲害了 其實我內心是很深的 內心是很深的 OK 其實我覺得文綺真的很可愛 而且我剛剛認識 其實是從那個榜上榜的節目 對 對 因為很常來 然後有時候也會到 天才沖沖沖去當嘉賓 對啊 我覺得天然 他的個性真的太可愛了 還好 然後反應也 是因為你們 我覺得因為我這個個性 就是剛好你們都不氣閒 我們怎麼會 我們最喜歡你這樣子的朋友 就是因為要有人欣賞 不然我怎麼能活到現在呢 對不對 那今天特地邀請你們三位來 也希望你們可以談談 你們眼中的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對 誰要先說 定偉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在REGAL的時候 定偉講了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 來形容我 那一句話 你跟鏡頭講一下 你眼中的郭靖 我覺得我眼中的郭靖 就是一個住在冰山裡面 熱情如火的獅子 對 住在冰山裡 對 我現在是有一點冷 走腳冰冷是沒有錯 對 這腳會怎麼講還要冷冷 什麼意思 什麼叫住在冰山裡面 就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覺得我其實會看到 好像有點女版的定位的感覺 就是一開始她總是會有一個 保護色在外面 對 總是會有一個保護色 但是其實內心是熱情如火的 她其實有很多的 比如說活潑的一面 必須要跟對方 可能要獲得信任 變熟了之後 才會 對 才會給比較多一點這樣子 一開始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一個慢熱情的人 慢熱情 其實我們兩個真的滿像的 加一 加一 你也是嗎 她也是 偏處女一點 對 因為人節是八月底 對 八月底生日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點相像 對 我們三個都八月的 所以我比較不要臉 一開始就跟她抄手 我這樣嗎 可以這麼說 妳是什麼要講 妳是什麼星座 我金牛 我超不像的 金牛座不會這樣 因為我另外一個自己是射手 另外一個自己 另外一個在哪裡 在哪裡 好深喔 很深的那個 是你自己喜歡射手座是不是 沒有啦 我的月亮 對 上身在巨蟹 你還沒走到這個時候吧 那不是30歲以後才是看上身 可是另外一個 就是人家所有的月亮 就是你的另外一面 因為我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的潛在意識 就是其實是一個射手座的個性 比較 射手座很活潑 然後搞笑這樣子 對 這樣的話你眼中的我是什麼 我老實說 就是以前我就是 沒有啦 就這樣子啦 我很害怕 很害怕 脫頭會出一些 很驚人的話語 對 那時候我在國高中的時候 很喜歡唱你的歌 你說 大學的時候 我在網上加大學的時候 網上加 馬上加過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喜歡唱你的 上一個 下一個天亮 上一個天亮 天啊 到底是上一個還下一個 下一個天亮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你了 然後剛好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我有一個哥哥跟你是同學 然後也是打 就是啦啦隊的 對 那天有聊到 對... 然後我才開始注意到你 反正就是很喜歡你 然後直到有一次有一個緣分 就是我們一起吃飯 然後那時候我很緊張 不是 還沒吃飯 是那個 你在主持那個 反正嘛 你交給一些 對...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你就是一個很冷的女生 因為你... 你也摸到我的手是不是 不是 就是你知道 因為你的臉比較不容易開心 我就說你好好說 怎麼越描越黑的感覺 對啊 就是 你... 稍微比較嚴肅一點感覺 嚴肅 可是 不笑的... 下瓶三美人 你終於講對了一個形容 再等這一句是不是 對 是不是很緊張 很緊張 對 就是讓我覺得 你就是可碰又可不碰 就是能碰又... 不碰 吃還是不吃 可以不要他去命嗎 我會一個成語 那叫欲懼還隱 欲懷修 你懂嗎 那可以用在這裡嗎 欲懼還隱 就是我想要認識你 但是又不好意思 因為那時候你就是 我曾經跟你講 你算是我的女神嘛 就是我很崇拜你 又會唱歌 然後就是又長得漂亮 謝謝啦 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期待 跟你一起互動這樣子 然後原來我跟你說話的時候 就是跟你講話 你還在說話嗎 對 就是跟你講話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你是這麼笑話的人 笑話 F-U-N-N-Y 你好棒喔 是時代會加一個代表情 對 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緣分很特別 對 好 這樣不夠開心 我覺得朋友們會都在一起 他一定是有一個磁場 就是我一直很相信物以類聚這件事情 就是你磁場相吸的人 你很自然的就會都在一起 你不需要勉強 磁場不同 不合的人 你再怎麼勉強 都還是會漸行漸遠 對 我自己這麼覺得 那仁傑有想要發表一下 其實我也是跟定偉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不能說我大學 小心一點 這都時期啦 這時期的部分 反正那個時候其實呢 我在電視上看到 跟我真正有機會 跟顧顧接觸的時候 就是也是看起來會比較 怎麼講 有距離 對 有距離 沒有 比較難親近這樣 然後加上我自己個性 又比較慢 慢熱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會感覺有點 就是敵不動 我不動 我是敵是不是 對 也不是敵 但是就是你知道 不是很妙的 熱 慢熱 慢慢熱 就是有一個等級的感覺 對 慢熱 太熱 太熱 過熱 對 所以那個時候到後來 就是顧顧有邀我 去打羽毛球的時候 他先問我說我會不會打羽毛球 然後我就說奇怪 就是他怎麼會忽然邀我這樣 然後我就去了 就是其實就是互動的過程 就覺得就跟我想像的差蠻多的 蠻多的 就是原來他私底下是還蠻 就是熱意跟大家交朋友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可以一起相處 然後其實相處起來也蠻舒服的 對 相處 舒服的 郭敬真的是個運動女孩 你看他除了喜歡打排球之外 他也是個很愛打羽球的人 最近又幫我跑步 跑步 你真的都偷偷在觀察我 所以你生日的時候 所以你生日的時候 我才送一個背包給你 對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會到外面去走 然後那裡面可以放很多 誰不會去外面走 然後回到家是不是 都不回家 不是你家住所的意思 就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讓他去運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 貼心的禮物 謝謝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聽歌喔 歡迎回來新鮮話 定偉和人傑呢 他們其實也出道十年了對不對 我們先來回味一下你們的好歌聲 好不好 誰要先來帶來一首好聽的歌呢 那就由定偉先帶來一首 定偉是誰啊 定偉是誰啊 所以不是很流行 就是用第三人稱 對啊 幹嘛用第三人稱 定偉今天心情真的是滿好的 要來唱帶來一首歌曲 這個歌厲害了 我跟你講 你不要自己當主持人好不好 你想幹嘛 是不是 那個文綺 你說我們是不是今天過會 我們下一次就要站在這個旁邊 有一個特別的座位 對不對 歡迎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謝謝你 我們先當助理就好 要不要唱歌 好… 我帶來這個厲害了 我帶來這個就是 在樹上唱歌 在樹上唱歌 飛哥 馬飛哥 為什麼有大字報 你說的每個小話我都笑了 是你變幽默還是我變快樂 好久不見你說我大不相同 偷偷告訴你 我的心去真心了 你有心嗎 沒有鼻子嗎 不相對每件事都那麼嚴格 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 愛一朵花不彩 它能開多久放寬的心情 什麼都變美了 好… 好…好…好… 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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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echanical 我握好 你很動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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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倫 你剛剛是有在模仿我的意思嗎 沒有 我模仿你的話應該是 你們唱 你怎麼知道 我屁股沒有那麼翹 你是在那邊 而且你也有種帶動唱耶 鎖小樂 你太可愛了 那為什麼需要大字報 我跟你講 其實本來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下禮拜那個音樂會 我們要舉辦了 今天每天都是好多歌曲的歌詞 好多歌詞 好多歌詞 對 可是因為今天 今天要來上郭郭的節目 就是一定要用心準備一下 所以我們還是選了郭郭的歌 給他一個小驚喜 覺得感人... 所以仁傑 下一首厲害了 我也對 你也拍太大力了吧 不能拍肩膀 那個不真爛的步驟 不真爛的 人家為我們帶來的 我這一首大力也厲害了 又來 哪一首不厲害 你說我 這個是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有的 怎麼樣 兩個字 心強 好 簡潔有力 是喔 那大字報可以收起來嗎 第一頁的下面那兩行要給我看 哈哈哈哈 一個人 眺望碧海和藍天 在心裡面 那麼會久等一些 海灘的 海灘從眼前 海灘從眼前 飛越 我看見了最陽光的笑臉 而時光都該被寶貝 因為有限 我學著不去擔心的太遠 我學著不去擔心的太遠 不計劃太多煩人的勇敢冒險 豐富的過每一天 快樂的過每一天 第一次遇見陰天 第一次遇見陰天 遮住你特別 有什麼故事好想瞭解 我感覺 我懂你的特別 來一起唱 來吧 你的心有一道牆 但我發現一扇窗 偶爾偷出一絲暖暖的微光 就算你有一道牆 我的愛會叛成窗 太深放 打開窗你會看到 你怎麼那麼老派 你看這樣 在後面這樣 撲開雲霧 對啊 謝謝你們 這麼用心的準備我的歌 當然要 我跟你講文綺準備得更厲害了 那你準備的是 我 我準備 我沒有準備啊 你怎麼可以沒有準備 不是 因為我怕我唱了之後 他們兩個不用上台啊 還要唱嗎 你怎麼可以 你也沒這麼爛的 沒有 我沒有 他是拍我是推 不一樣 所以今天沒有要唱是不是 下一次 下一次啦 因為我其實還有下一次嗎 你覺得沒有錯 滿樂觀喔 不是 因為今天他們兩個發片 下一次的 那我有機會再發片的話 會有啦 會有 拜託… 對… 公司喔 對不對 好啦 那我想問一下 在這十年當中 你們兩位在忙些什麼 像仁傑 其實我在大部分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在戲劇 有一些戲劇台 看得到我演戲 然後那是因為 最早的時候從比賽玩 客台他們會找一些 就是年輕人會講客家話的 因為那個時候要有客家偶像劇 對 很厲害耶 很多戲巧的東西 按理會兒 按理會兒 馬上一個角色 好像要罵人 所以你本身是客家人嗎 外婆…客家人 所以你小時候會講一點 還是早大 就從小聽到大 但是就不知道說 突然要拿來演戲 真的耶 所以那時候非常的緊張 你知道嗎 但應該很開心嘛 想說這麼巧我就是會講客語 對 但那時候 因為我從來沒有把它拿出來 你知道 有時候都那個長輩笑 你才會偶爾 阿嬤是趣喔 什麼你才會轉 什麼什麼趣 怎麼又出現了什麼 阿嬤是趣喔 阿嬤是趣喔 有嗎 阿嬤不趣 我有一件件 OK 所以剛剛是 阿嬤吃飯沒 阿嬤是趣喔 阿嬤我是教台語啦 反正我就一直掺著講 對 阿嬤吃飯了喔 阿嬤吃飯了喔 這樣 對 現在是客語教學再來 對啊 我覺得滿好的啊 我曾經跟一個客家的 交往 對…交往過 然後他有教我一些些 直接爆料 對耶 我跟你講 沒有 他有教我一些客家話 但我是覺得這樣 客家人真的是很潔潔 對… 是說他小氣是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啦 就是覺得他們很節儉 都是很可以幫我們 謝謝 謝謝 對 那這樣你第一次拍戲 就拍客家戲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狀況到了 狀況到了 因為遇到那個導演蠻兇的 而且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說 我突然就是你知道 比賽愛唱歌 然後一結束完 我怎麼會跑去演戲 對 所以我基本上對這個領域 不像說我對唱歌那麼熟悉 明白 所以就開始你知道 就是壓力超大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 比如說一個劇本拿來 然後是... 然後我就要照上面的 一個字不露像背書那樣 你知道 但是其實不是 就要融會貫通 再用自己的話把它講出來 那時候不知道 然後又用客語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溜 所以你知道常在拍之前 趕快你知道 播阿嬤的那個緊急電話 我播給他 請阿嬤叫你嗎 阿嬤叫 阿嬤那個等一下 我要拍了 那你這樣導演會不會 叫你阿嬤來拍就好了 真的 阿嬤是你的 阿嬤叫你阿嬤來 真的 差一點我就叫我阿嬤來的 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就那時候 因為導演比如說 一些工作人員 一些狀況不好 他們也會罵這樣子 然後像那時候 一直講話 一直卡齒的時候 就開始就劈啪這樣 對 所以其實就是有陰影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呢 壓力這麼大 要哭啊 沒有 這個大男孩哭什麼 沒有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只能 自己就是 就是下定決心 在心裡面覺得說 我真的下一部戲 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就是不要再 你說這一部就先算了 也沒有 當然 也不行 就是還是要努力去演 但是就是會 自己要下定決心 真的不想要讓其他人覺得說 我變大脫油瓶 或是說跨氣來玩一玩而已 而且導演是不是有講一句話 很傷你 就是他那時候有講說 你還是回去唱歌好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很傷耶 就是 對 人家就是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回去唱歌了 那雷哥就說 你就好好主持 你主持就對了 我說不要這樣子 對 這樣其實也是很矛盾 這樣也沒有很開心 不是開心的嗎 就是 很複雜 很複雜的心靈交錯 你知道嗎 心靈交錯 對 因為我想要那個 但是他平平不讓我得 可是這個地方也滿開心的 他要叫你留下來這樣 對... 就是我跟你講 我們四個人很奇妙 有沒有發現 我們除了本業之外 我們還可以拓展其他的 對啊 就服務正業啦 不是這樣加 服務正業 這代表我們很好用 你知道嗎 也不是這麼說 因為歌手也不能只當歌手 大家也喜歡看到 你不同的樣子 所以每個都在嘗試 對 像人間你這樣拍戲拍戲 拍到最後就很有興趣 還想一直拍 對 到現在我就會想說 我是一個演員 我就會比較驕傲的去講 客家一哥 對 也還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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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推下 推不加進 推下 對 像定尾的話就是 自己也會有很多的影片 我之前有看 就是找幾個朋友 一起合作 那是近期的事情 之前就是 因為也很久沒有機會 發新的作品 所以其實有一段時間 是比較低潮的 是比較低潮 但是我覺得運氣很好的地方 是 因緣際會接觸了劇場這一塊 那在劇場這一塊 一開始會有點擔心說 劇場排練的時間這麼長 然後其實劇場的薪水 其實也是真的很不高 很辛苦 大家都會 大家都知道 做劇場真的也沒辦法活下去 都是在用熱情 沒辦法活下去 真的... 可是他雖然說活不下去 但是還是要做 就是因為那股熱情 對劇場的熱愛 演戲表演 所以我因緣際會 我覺得很幸運的能夠跟 如果而同劇團裡面的導演們合作 然後開啟了我的劇場之路 然後我覺得 在劇場裡面雖然說辛苦 但是你會發現 花了兩三個月時間 排練下來的一個戲 然後到最後上舞台呈現的那個 可能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對 可是演完之後你會覺得很爽 很爽 非常有成就感 可是你不會緊張嗎 因為舞台劇其實跟唱歌什麼 其實也是另外一回事 沒辦法NG的 對啊 那一邊演 然後又要唱 而且你的喉嚨狀況是 大家是很仔細都可以聽得很清楚的 真的 真的 一開始會有點緊張 一開始你可能在舞台上 能量過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很多的聲音 然後當你要唱的時候 天啊 那完全不行 而且不能NG 所以你在練習的時候就必須要 就是你從頭到尾的能量 必須要有一些調配跟收放 對 但也不能說 我後面要唱歌 我前面能量就小小聲 那完全不行 先醞釀了 對 哈囉 開大聲點嗎 身為一個舞台劇演員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能量釋放 你要怎麼樣讓第一排的觀眾 跟最後一排的觀眾 感受到相同的情緒跟能量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課題 對 但我也很開心能夠接觸劇場 然後跟很多的厲害的導演 還有一些劇場的前輩們學習 對 像仁傑剛剛說的也很怕說 你加入了演一個角色 然後會被大家就是烙人口舌說 也是歌手過來過過水的 對 你會不會想太多 是你先想一個小劇場 有時候真的會擔心 會擔心 因為很多劇場演員 他們也是科班出身 或者是戲劇學院出來的 他們也是 可能有些人是練聲樂的 聲樂系的這樣 他們也是在拼一個上位的角色這樣 所以其實當我們這樣子半路 殺進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證明自己 所以其實那個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證明自己的管道 跟途徑這樣子 沒錯 我覺得你們都做得很好 你怎麼樣 你有什麼事嗎 我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我也要分享一下 因為我曾經有拍過八點檔 而且是台語的 還有 我拍的是台語劇 難不成要拍英文的嗎 不是 我要拍 我覺得會看 我覺得收視覺得爆 沒有...已經過了 然後他們就是會有一點消遣我 就是說那一步後來沒有繼續做 都是因為我然後收掉 因為我... 是故意說還是開玩笑 開玩笑的... 然後反正在過程當中 我要講的就是哭戲是最難 為什麼 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一個太活潑的人 我沒辦法哭你知道嗎 因為哭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然後剛好那一陣子 我就是好久不久 有一些事情 剛好就在我心裡面這樣大爆發了 所以我那時候哭到無法收拾 然後就是劇組人有時候嚇到 然後就還打電話給公司 說你們家文綺哭到無法自拔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他入戲太深 因為我走火路門 對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演藝人員很辛苦 因為有時候 到你進入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有時候 沒有辦法去抽離那個狀況 你會... 有時候你會變成雙面人 你會活在你不知道你是誰的狀態 好不好 所以拜託網友不要再攻擊我們 真的 其實但是也只有一些很棒的網友 真的有看到大家的努力 像定維你拍了很多影片 其實網友都... 在下面的評論都很好 最近的一些影片就是有獲得大家的喜歡 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 要 我們在節目裡也特地為你剪輯了 一些片段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生日禮物 我看著我 我洗澡了 我我聽說lock的 說吧 同ются 正在哪有变瘡 可以效果 试就像以后 快点 那 draining 可能以后 都不会让你 你們兩個四個小孩 這隻阿嬤 在這裡跳舞在跳什麼 起床喔 不是啦 阿嬤... 這邊是妳阿嬤咧 我阿嬤 嚇嘛 妳為什麼要帶她去睡了 好可愛喔 對啊 好害羞喔 對啊 那是節目上看自己的影片 可是你自己不是看了好多遍呢 自己在家的時候 可是那是一個人啊 那是這麼多人 對啊 很害羞 很害羞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 自編 自導 沒有... 其實還是找了身邊的一些 志同道合的夥伴們 比如說編舞老師啊 然後或者是 像剛剛有一個是跟千娜合作的 然後有一個是 是GINO哥找我合作那個鬼怪舞 是他找你的 他找我合作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跟前團員 韋哲 我們一起做了一個GD的新歌的一個 找了老師來編舞 把它拍成一個 有點像小MV的感覺這樣 那我們現在正式的MV都還沒有 還沒有 其實我也在等 對 可是這還沒出來 不知道是怎麼會出來 會不會這個就會變成這個 大家都一直以為是這個是 類官方... 對 但重點是後面 我們看到最後一段影片 那彩华姐是在逃來的 那個真的 那個是GINO哥就是友情 就是友情 友情客串 對 人脈 對 GINO哥的人脈 然後有彩华姐的加入 讓那個影片就... 很加分耶 加分很多 就很有趣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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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你說要做鬼怪的東西 其實也是難免會擔心說 人家會不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來Cover這東西 但是你後來又爆出了這個小驚喜 其實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創意 是啊 他說你是誰啊 你是誰那個... 孔劉那個李洞旭這麼帥 對啊 但還好 因為你們只是就是跳舞嘛 對啊 我們是以舞蹈的方式 對啊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要聊天喔 要躺日落喔 對 這一段 大家常常看到 都是藝人的一些光鮮亮麗 但是還是有一些很低潮的時候 低潮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像定文 你有遇到什麼樣子 讓你覺得心情很低落 是現在是Rying out嗎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有啦 那我自己的時期 應該是在我13年到14年 當兵的那一年 因為當兵了之後 我當兵之前組了一個團體Sigma 後來先去當兵玩回來之後 因為很多一些原因 所以我們的團體 沒有能繼續走下去 所以最後又回到了個人 所以從14年到15年 這一年的時間 我用個人的形式去 跑遍了很多的校園演出 然後還改編了一些歌曲 然後還找了好朋友來幫我編舞 所以就是為 目的就是希望讓更多的學生 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的表演 就是說我還在這樣子 那其實為了就是 希望能夠再發新片 再發新專輯 可是那一年真的就是 還是這樣子 不上不下 沒有什麼太大的成績 對 所以其實那一年 算是我人生比較低落的一年 會考慮說 是不是不要再混下去 那種感覺 對 你身旁會有家人或是朋友 跟你說你要不要轉行 我就是有身旁的同事 他們會勸我說 定偉 我覺得看你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是以一個朋友在勸你說 要不要提前轉行 又找另外一條路 還提前 對 因為他說 因為我說 我想要再繼續堅持下去 因為這是我愛做的事情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好心在提醒我說 如果你提早轉 總比你可能到了35歲 再來轉的那個 跟人家競爭 跟人家競爭力也會比較低下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也是好意 但是我自己想了很多次這個問題 我都會覺得說 什麼時候會讓我打消這個念頭 想要繼續堅持的這個關鍵 就是當我每次在站上舞台的時候 拿著麥克風 唱歌或者是唱跳的時候 那個感覺很強 你很享受那個表演的當下 我才覺得我活這樣 對 我覺得那是充滿生命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輩子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再年輕的時候 好好做這件事情的話 七老八十的時候 你一定會後悔 你可以拿拐杖一直在那邊 對啊 你還是可以 那是一定要 那是跳給老段看的 跳給子子孫孫看的 對 還是一定要堅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的 堅持真的很重要 那文綺呢 你這麼開朗 我也是有痛苦的時候 對 在我的內心的小 是 就是那個小小的地方 很深的地方 我出道八年 我有四年 就是一半的時間 都非常的荒唐跟荒廢 對 因為那時候我剛出道 第一年我們就發了一個單曲 那時候那個單曲 我們剛好名字之心有五個人 他剛好是做合輯 然後我們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台南公園第一場的簽唱會 我們在 真的喔 因為我有唱快歌嘛 所以我都是第一個上台 然後唱完了之後 叫簽名了 我那個畫面 好想哭 真的很難過 怎麼說 我做第一個 然後他們後面 那都是那幾個哥哥姐姐嗎 你知道嗎 我永遠記得 我只簽了三張專輯 台下很多人嗎 很多人 但是都不是我的粉絲 都是其他人的粉絲 然後我是這樣 因為我做第一個 對 然後粉絲都是從我就是 從你面前走過去 對 就一直過... 那你沒有說不要停下來 沒有 我沒有講 我只要怎麼樣 找事做啊 那時候我 因為我現在這個樣子 你又吃便當是不是 不是 我那時候剛好餓了 因為我現在就是有在主持 所以我現在回想以前 我當時為什麼會有那樣子的 一種反應 我那時候就是把麥克風拿起來 直接講說 左手邊有我們的專輯 我現場當主持人你知道嗎 然後來介紹我們今天來的有誰 然後非常謝謝我們 這一路陪我們的歌迷朋友們 也謝謝你們支持 明日之星這個節目 我的天啊 我從頭到尾 真的講到尾 真的 然後每個人都是 找他們拍照什麼的 然後要叫我那個 叫不出來 真的 我當時自從那個時候 我開始不喜歡唱歌 就是我打擊太大了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所以在我的心中 我會覺得原來唱歌不是 我想像中這麼快樂的事情 我要面對人群 我要面對所有的所有 變得不單純的 對 變得不單純 所以我覺得那種難過是 發自內心的 可是我覺得你算是早熟的 因為通常人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就可能就真的就擺 就擺在那邊 對 擺個臭臉這樣子 對 但是你還會轉換 所以那個老天幫我關了一扇門 幫我開了另外一扇窗 還好啊 終於講人話了 還沒看你車子 你連自己都驚喜到是不是 對 你變得非常有深度 真的 對 有史可見 這件事情對我打擊有多少 但是也算是開啟你對於支持 對於支持人這件事情 對 開始有了這個興趣嗎 對...也不是興趣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有這樣子的 就是天分 是天分嗎 算是 你說天分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連我媽都嚇到說 為什麼我生的女兒 可以這麼的笨 因為她說 妳怎麼那麼可以做 妳怎麼那麼可愛這樣子 我媽也嚇到說 為什麼我有這樣子的一個腦筋 我也不知道 但歌手跟主持人身分轉換 其實也是不容易耶 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沒什麼差 因為 怎麼講 那我在這邊窮緊張什麼 好奇怪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唱歌只是 對我來說只是跟歌迷他們的互動 然後開心 但主持呢 他的那個感覺是 我喜歡跟人家聊天 對 一個是用說的 一個是用唱 當然啦 你表演的過程當中 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會有另外一面的自己 但是對我來說 有時候就是自傳歌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上手 就不會畏懼 對 還是說你會害怕空白 我會 我感受到你很害怕 超驚怕 沒辦法 對 所以我大概這種新鮮 難過的事講完了 好 我們改天再來聊好不好 感覺你故事很多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大概可以再講 最近定委和仁傑組合了一個 限定版本的組合 沒錯 沒錯 叫做仁定勝天 請問一下這個團體的名字 是誰取的 好像一開始聽說是 有粉絲也這樣講過 其實很多年前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都會亂配 對 亂配 對 配到我們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定詩啊 偉人啊 偉人 有沒有 為什麼不叫偉人呢 是不是 偉人可能有點歷史 你知道嗎 對 嫌我太老了 對 這是氣勢 所以想說人定勝天 他還滿有氣勢的 對 所以想說就用這個名字 而且重點是 你們要一起辦一場音樂會 要不要跟大家宣傳一下 是什麼時候呢 在後面那個板板 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全新單曲 全新單曲 YOU SHOULD TRY 已經於7月26號之後 已經數位上架了 沒錯 大家多支持 那這個YOU SHOULD TRY 這場音樂會 會在8月18號晚上8點開唱 那地點呢 會是在那個 三創 你這樣一直抖板 但人家這樣會看得很晃 很晃 在三創園區的五樓 CLEVER STUDIO 晚上8點 沒錯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聽我們唱歌 那在哪裡買票呢 在寬宏售票系統 或者是OK便利商店或萊爾富 好的 今天也謝謝三位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定偉還有人潔的音樂會 最後我們來聽一下他們的新歌 YOU SHOULD TRY 心思之外 那扇門 始終沒有再為誰打開 這是一場沒有奮鬥過的戰敗 我依然 我不該 我不該 奇怪 明明改 想過的比以前更坦白 可是已經失去做自己的能耐 真無賴 有誰能明白 這種生活任誰都難取代 那模糊的未來 即便一直是空白 怎麼回頭看 也許不會精彩 So I never give it up I don't wanna give it up 所以你也應該 痛痛快快 就是現在 It will be fine Tell me why 這一不是好是壞 可是不去 try 怎麼對得起將來 So I never give it up I don't wanna give it up 所以你也應該 痛痛快快 就是現在 Maybe you should try Maybe you should try Maybe you should try